这位女士呢 然后走过去看到了我们的Luke Despen这个牌子 然后她是非常想了解这个人是谁 然后她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然后再跟她讲是Luke Despen 她是和中共有长期的这种勾结 她作为一个律师呢 她是代表了中共的利益 而且她们有长达十几年的这种合作 这位女士也是听到后就是说 哦那这个Luke就是共产党的律师了 她说如果是十几年的这种合作 她必须要在这种DOJ做注册 可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她没有做注册 但是也没有受到调查 而这位女士就说 但这种渗透这种腐蚀就太深了 对于美国人自己来说 她是非常需要警惕这个问题 她虽然不是律师 但是她知道这个美国的渗透 已经被共产主义的威胁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他们的三权分立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立法的 如果这条分支都被中共已经腐蚀成这个样子 更别说更有其他的政客 被收买 她说律师被收买 也使势平山一角 然后这位女士提到了 她从来都不喜欢共产党 她也更不喜欢共产主义 我就问她就是 共产主义对你来说就意味着什么 她说对她来说就意味着就是 她没有办法拥有个人的财富 就是她说 共产党就把人民的所有的资产都交上去 都交出去 都贡献出去 然后人民最后什么都没有 都是被一些有权力的人完全攫取了 作为一个很普通的美国老百姓 然后她也是能够意识到 因为对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个人财产被剥夺 人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是他们的一个普世价值观里 一个很核心的一个一条观点 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民所一直争取的 大家知道的 我们中国的农民也没有自己的土地 我们中国人买的房子 其实买的是70年的产权 中共政府的不断的把他的权力向海外扩张 不断的攫取人民的财富 通过这一点 他们也是逐渐的认识到 共产党不能让他们来到美国 来到美国之后 就会渗透他们的美国政府 收买他们的这些政府里面的很多官员 也会把他们的国家搞得一团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